iPhone也在大陆早就出现有山寨版了 甚至呢我还看过那个山寨版的iPhone 还可以拉出一支天线来看无限四台的节目 这真的是有的是仿造的唯妙唯笑的 但是呢日久见人心啊 用久了你就知道这个品质两回事 像有人买表啊一天可以慢十分钟 还有人买看似名牌包带着带着会臭的 警方来到嫌犯住家里头电脑主机都还在跑 一块块色情光碟就摆在旁边 嫌犯拷贝色情光碟还有工作室 规模不小 十几二十台主机还搬来的电风扇帮忙散热 不止如此 嫌犯还在网路上销售仿冒名牌包跟手表 政务全被警方带回警局摆在桌上琳琅满目 仿冒金品的网路平台 那做全省的串联 那他由台湾来下单 然后大陆出货 然后利用那个货运公司 货到付款的方式来经营 不过仔细看这些名牌包跟手表 品质仿得很粗糙 有民众检举的时候甚至反应 包包打开的时候皮革会发臭 手表一天慢十分 而且七天就停摆了 警方查获了这个贩售仿冒品的集团 经营不到半年获利百万 嫌犯把自家当成工作室 赚钱也不用出门 靠网路销售就能够有大把钞票进账 不少网友真假分不清楚 纷纷订购上了档 中文新闻联员宾成立如台中报道